用心 不要用心计 心与心总是相通的 心计与心计总是相克的 用心 不怕被对方识破 而用心计 不仅害怕对方识破 而且一旦被对方识破 你今后就是真心待他 他也会认为你是在对他用心计 用心 可以让对方信任你一辈子 用心计 只能让对方相信你一阵子 用心 是带着情与爱来思考问题 是以尽可能有的善意与诚意来处理事情 用心计 则是用满语片的方式来耍花招 是用说起来做起来很好听很好看的方式来包藏 隐藏自己并不美丽并不美好的思想与行为 古人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 彼此用心 才能做到血肉相连 生死与共 古人从来没有说过人心是用心计长成的 用心计算计对方 是最可怕最可恶的人心不古 彼此用心 就是在心与心之间铺路搭桥 彼此用心计 就是在心与心之间埋陷阱 夫妻之间的离心离德 往往就是从一方用心计开始的 善用心计的人 永远享受不到心心相应的幸福 也永远达不到以心换心的境界 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心 是对爱的自信 也是对爱的坚守 在这样的人面前 心计用的越多 越显出自己的渺小与丑陋 越不得人心 许多喜欢玩心计的人 以为玩心计能显示自己的聪明与高明 其实 那是最大的愚蠢与糊涂 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心 那才是最高最大的智慧 对这些话品味在三后我想 和指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合作者之间都应该本着 用心 不要用心计的原则来相处 这才是交往的大智慧 我们在往里面 凑亚时就要是适合的 又是不适合的不便宜家认阅 在阅税网里 在假期的关键的方式发动 享受 german